各位早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举行的上河组织峰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一号表示 相信本次峰会将凝聚各方更多共识 在阿斯塔纳峰会之后 中国将接任上河组织轮值主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介绍中方对这次峰会的期待时表示 上河组织成立23年来 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 共促团结互信 开展多边协作 成功将上河组织打造成了 本地区的安全屏障合作桥梁 友好纽带和建设性力量 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 和新型区域合作的典范 而即将举行的阿斯塔纳峰会 是今年上河组织框架内 最重要的活动 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 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 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就上河组织下部发展 做出规划和部署 中方相信 本次峰会将凝聚各方更多共识 谱写合作 展新篇章 为促进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阿斯塔纳峰会后 中国就将接任上河组织 2024至2025年轮值主席国 这也是时隔七年 中国再次担任主席国 毛宁表示 目前中国已全面启动各项筹备工作 中方对此高度重视 已经全面启动了筹备工作 愿同各方一道 在上海精神指引下 进一步深化政治 安全 经贸 人文领域合作 促进上河组织高质量发展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河组织 命运共同体 为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贡献更多力量 凤凰卫视 周嘉欣王磊 北京报道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于2号开启 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 两国之间的跨境基建 与能源合作也成为重要看点 根据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 努雷舍夫透露 访问期间 双方也将签署一系列的合作文件 而另外一方面 哈中两国也正在筹划 开设新的跨境口岸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于2号抵达阿斯塔纳 开启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 这也是他第五次访问哈萨克斯坦 自2019年以来 中华两国关系提升至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政治互信不断提升 双边经贸与投资也快速增长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 近期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就透露 访问期间双方将签署系列文件 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 和中国主席习近平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很友好的关系 我们的总统很期待着这次 习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过程访问 所以我们希望这访问期间 我们会签署一系列的很重要的 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 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些文件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中哈跨境基建合作成为看点之一 2023年阿拉木图绕城铁路开工建设 今年2月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项目 也正式投入运营 努雷舍夫还表示 目前哈中第三条跨境铁路 也就是从阿亚古兹到新疆塔城的铁路 正在建设当中 双方还正在筹划 在两国边境开设新的跨境铁路口岸 一带一路框架内 我们现在哈中两国正在就监视第三个铁路 正在合作 不就像我们在西安 实力了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港口 还有一个项目是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监视第四个在边界的一个口岸的问题 有分析指出 在俄乌冲突导致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 哈萨克斯坦希望继续加强跨境基建的合作 尤其是跨离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建设 以确保贸易走廊多样化 俄乌冲突导致了地缘形势的紧张 就是过去往北走的线路 现在出现了一些变数 所以现在各方其实都在积极地推动跨离海通道 那么中国也是积极地参与到里面去 我们一些企业公司都参与到中间走廊的建设 中哈双边贸易投资在这几年增长迅速 去年中哈贸易额超过410亿美元 在五年内实现翻番 这一数字也比建交之初的1992年增长了100多倍 同样在去年中国对哈投资超过18亿美元 较前一年增长了16.4%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外商投资中排名第四 据了解在访问期间 两国的企业还将会签署数十份合作协议 将会涵盖能源物流运输农业等各个领域 凤凰卫视 你巧闻周明亮何友运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一号裁定 美国总统对官方行为享有豁免权 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无法因以私人身份采取的行动而免于起诉 关于他哪些行为可以获得豁免权 则是需要下级法院来做出判决 那么这意味着特朗普被指控密谋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刑事案件审理 并不会在11月的大选前来开庭 而一旦特朗普胜选的话 可以要求司法部撤销诉讼 美国最高法院一号以六名保守派法官赞成 三名自由派法官反对 认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的官方行为 可以免于受到起诉 但私人行为则不可以 最高法院将案件返回到下级法院来决定 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行为 是属于官方还是个人行为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 根据美国宪法三权分立的结构 总统权力的性质使特朗普有权 绝对免于其在宪法范围内的行为受到刑事起诉 特朗普享有对其所有官方行为受到起诉的豁免权 但非官方行为则没有豁免权 而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则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美国宪法没有保护前总统 免于为犯罪和叛国行为负责 这一裁决亵渎了美国宪法和政府制度的基本原则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裁决公布之后 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媒体上用全大写英文字母写道 这是美国宪法和民主的巨大胜利 我为身为美国人而自豪 拜登竞选团队则向美国选民敲响警钟称 最高法院把独裁的钥匙交给了特朗普 而拜登团队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他 美国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主导了针对特朗普的两项联邦调查 包括对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行为 以及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提出刑事指控 接下来第一起案件将送回到华盛顿地方法院法官 楚特侃的桌前 楚特侃在去年12月裁定 特朗普的豁免权主张无效 预计再次审理将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进行 而一旦特朗普获胜 他可以任命一位司法部长撤销两起 针对他的联邦起诉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媒体一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正考虑提早至7月中旬 便正式提名拜登参加11月的总统大选 避免换人的呼声进一步发酵 而另外一方面 拜登的竞选团队决定 周一在关键战场中投放新的电视广告 以扭转其不利局势 广播当中他其实是会展示到 这拜登在辩论当中之后的竞选机会上的有力演讲 以此要对比辩论当中不尽如意的表现 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 现在拜登的家人 包括第一夫人吉尔还有儿子 亨特都坚信他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你鼓励他继续战斗 在上周灾难性的总统辩论后 拜登的糟糕表现引发了各方要求其退选的声音 拜登的竞选团队于周一开始 在关键战场中投放一条新的60秒电视广告 希望帮助他扭转颓势 视频广告与特朗普出席上周四辩论的尽头开始 接着剪切了拜登在第二日竞选集会上的片段 与声音撒哑 讲话不时停顿 言不达意的辩论相比 拜登在集会上发表了更有活力的演讲 并承认了自己的一些缺点 I know I'm not a young man State the obvious But I know what I do know I know how to tell the truth I know I know I know right from wrong I know how to do this job I know how to get things done I know like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know When you get knocked down You get back out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质疑 拜登是否应该继续竞选 拜登的竞选团队在辩论后的几天里 一直在努力争取捐助者的支持 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 这则广告是在拜登竞选最危急的72小时之后发布的 将在战场周的电视和数字平台上播出 面向更大的观众群体 刚刚过去的周末 拜登和家人一起在戴威营度过 包括第一夫人吉尔在内的至亲都敦促他继续战斗 知情人士透露 虽然拜登的家人知道他在对阵特朗普时表现糟糕 但他们仍然认为他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并且拜登有能力在担任四年总统 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是吉尔和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一直向他们寻求建议 两人都认为 拜登不应该在他陷入困境时退出 并相信他可以从一次欠佳的表现中恢复过来 知情人士还表示 拜登的家人质疑他的竞选团队 是如何为辩论做准备的 并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凤凰卫视王岐姚一伟 华盛顿报道 自美国总统拜登 在首轮总统辩论当中的灾难性表演之后 国务卿布林肯一号被指 正在试图安慰盟友 并且称总统拜登非常适合领导世界 据华盛页报原因知情人士的说法 在首场总统辩论之前 欧洲官员又已经私下表达了 对拜登专注力和难以的担忧 一些高级官员说 自去年夏季以来 他们发现拜登在会议中的专注能力明显下降 对其能否顺利完成第二任期确实怀疑 欧洲官员形容拜登在六月份 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表现失潮 拜登显得比过去更加虚弱 另外拜登也缺席了在机器峰会期间 非常重要的峰会晚宴 报道指峰会的晚宴上 领导人通常会在这里更加坦诚的交换意见 而拜登是七国集团领导人当中 唯一一位没有出席晚宴的领袖 报道原因两名欧洲的高级官员指 在去年十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 欧盟与美国的峰会上 拜登很难跟上讨论 两人都说拜登好几次在谈话的要点上 磕磕斑斑 需要国务卿布林肯出面干预 帮拜登指出他应该使用的谈话要点 面对当下的质疑 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活动上称 总统拜登在上周辩论中的不稳定的表现 不会抹杀他三年半以来取得的外交成就 他称拜登总统非常适合领导世界 布林肯称 在过去三年半里 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急剧上升 并指盟友们认为总统拜登 在所有这些不同领域都发挥了带头的作用 方号卫视 杨夕军 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随着各界呼吁美国总统拜登的退选之声四起 现在包括了加州州长纽森 密歇根州的州长 惠特默等人都被视为替代拜登 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 不过惠特默他日前已经表明无意参选 但他警告拜登很可能因为辩论的表现 而在大选当中会输掉密歇根州 据政治报的报道 在上周五晚密歇根州州长 惠特默给拜登竞选团队传递了一个明确的消息 那就是他讨厌自己的名字被放在拜登的继任者名单当中 并在第一时间表明他仍忠于拜登 另外作为关键摇摆州的州长 惠特默在致电给拜登竞选团队的时候 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提到拜登的辩认表现或使其输掉密歇根州 报道指若拜登最后输掉密歇根州 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打击 拜登曾在2020年以过败数的得票率赢得这一州 然而惠特默对于拜登在密歇根州胶着选情的警告 却被第三方泄露 政治报指出 这一泄露事件表明 民主党人在幕后存在一定程度的激烈内斗 一些人正在为拜登的退选做准备 报道指若拜登真的退选 他们中的一群人肯定会与闪电班的速度 加入取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 然而几乎所有现任的民主党人都公开支持拜登 报道指若他们中任何人现在敢说出 对拜登候选人资格担忧的说法 就会被总统和他的辩护者解读为 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背叛行为 报道称 这个周末民主党的州长们深感遗憾 然而他们中没有人愿意成为开出第一枪的人 报道指民主党各州官员 在坚持支持拜登的同时也在观望 并会根据总统在7月中旬之前的民调和筹款情况 再做评估 方好卫视 杨布俊 李战青 我先知报道 还有更多国际焦点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莲 一号会现菲律宾文官长 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主席贝萨明 双方回顾了近段时间来 两国执法部门联合打击 绑架杀人 电信诈骗 贩卖人口等恶性犯罪 特别是在与非离岸博彩业相关的犯罪活动取得的进展 也就近期重点个案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加强中非执法合作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 要更好地保护两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韩国当局仍然在调查 华城市锂电池工厂大火的事故原因 外交部长官赵对烈 一号前往焚香所悼念死难者 他也表示遇难者在异乡遇到意外事故 而离开人世令人十分的惋惜 韩国政府将会竭尽全力的 要支援事故的遇难者遗述 赵对烈就封号微视记者提问表示 他未表达吸尼来到焚香所 邻国国民来韩国工作味道事故 作为外交部长官很抱歉 赵对烈说 韩国政府将权力付写住 遗书们在韩国的后续处理 韩国政府将会表示通过彻底调查 需要查明正乡找出事故原因 并敦促公司不仅给遇难者和遗属道歉 也要在支援遗属等问题上负责任 韩国警方仍然在分析早前所扣押的资料 并对证人进行调查 以确认火灾当时情况和平时公司 劳动体系以及安全管理等 凤好卫视金之贤 韩国华城市报道 韩国首尔市中心1号晚间 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一辆汽车撞上人行道而撞向行人 目前已经造成9人死亡 4人受伤 9名死者当中有6人当场死亡 另外3人因心脏骤停 被送往医院 在送院途中死亡 68岁的赵氏司机已经被警方逮捕 初步排除酒驾 而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事故发生在首尔市厅站附近 一个交叉路口 现场已拉起封锁线 撞人的汽车车头受损 要由拖车运走 一旁的人行道 护栏被撞歪 夹雾散落满地 一片狼藉 事发在晚上9点27分左右 根据目击者描述 赵氏司机驾车在试天站附近 逆向行驶 接连撞上另两辆车后 冲上人行道 撞倒正在等待红绿灯的行人 目击者称 起初听到巨响 以为是汽车撞上护栏 不想却是撞到了人 还有目击者拍到的视频显示 有人被撞后倒在地上 警员为他进行心肺复苏 赵氏司机是一名68岁男性 已当场被捕 警方称 初步排除其酒驾嫌疑 但仍未确认 他是否涉及毒驾或疲劳驾驶 赵氏者称 车辆突然加速引发了事故 韩国总统市发言人表示 总统尹锡悦向行政安全部长官 李祥敏和消防厅长下达紧急命令 指示官员尽最大努力救治伤者 幕后卫视组合报道 来看一下相应电台的报道 韩国三星电子旗下最大的工会 同资方谈判破裂 已经宣布发动总罢工 直到实现诉求 而工会在1号的下午 与负责公司半导体业务的负责人谈判 要求增加一天的有薪年假 以及在未来的今年薪酬谈判合同上 签名的工会成员给予补偿 但协商没有成果 而三星电子劳资双方 自1月起就开展谈判 但是未能缩小彼此的分歧 工会上月初就发动了 三星电子成立55年来的首次罢工 再跟进法国选举 因为法国将会在7号要举行 国民议会选举的第二轮投票 参选各个阵营 现在是积极的商讨选举对策 有部分的左翼 新人民阵线和马克龙领导的 中间派联盟在一起的议员 到法国的国民议会所在地 波旁公来参观 双方阵营都表示 为了阻止极右势力上台 在第二轮的选举当中 会集中选票 增加击败国民联盟候选人的机会 而马克龙政府举行会议 集中讨论 全力阻止极右势力 在第二轮的投票取得多数席位 以免出现共治政府的局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政府高级官员 一日在爱丽舍宫举行闭门会议 商讨国民议会选举对策 马克龙警告 距离避免极右翼国民联盟执政 上于一个星期 他和总理阿塔尔明确呼吁 要全力阻止极右势力掌权 避免国民联盟在第二轮选举取得绝对多数席位 宁可投票给左翼候选人 也不能投票给国民联盟 马克龙会议尾断 还以一句进攻结束 阿塔尔聚报还在当天 与马克龙阵营的候选人进行事项会议 重申国民联盟主导议会的危机 部分左翼新人民阵线 和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的议员 到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公参观 他们都在第一轮选举中当选 新人民阵线同马克龙阵营都表示 为了阻止极右势力上台 在7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会集中选票 增加击败国民联盟候选人的机会 两派阵营都会让其在各选区的候选人退选 以保留较有优势的候选人参选 借此增加胜算 国民联盟一日也举行高层会议 商讨第二轮投票对策 国民联盟领导人乐庞在会议结束后 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他此前表示 选民期望得票最多的两大阵营进行辩论 又指左翼联盟领导人 梅朗雄的目标是出任总理 所以应该参加辩论 而有望成为新任总理的 国民联盟主席巴尔戴拉就表示 国民联盟愿意与其他极右翼政党 组成联合政府 又指如果左翼联盟上台执政 将会是背叛选民 只会令国家出现混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乐庞所领导的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日前是在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当中领先 舆论就分析这意味着 极右翼政党执掌政府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英国工党党魁斯塔莫就表示 这需要从当中吸取教训 解决民众的日常担忧 以及对于政治的不满等问题 英国当地舆论认为 乐庞是否能够带领国民联盟 在法国最终一轮选举中 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 目前还存在变数 反对派人希望阻止法国 自二战以来 组建第一个极右翼政府 而在英国 由斯塔莫所带领的工党 目前被视为 有望在7月4号的大选中获胜 当地时间1号 斯塔莫在大选拉票活动中 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被问及 大胆实行中间路线统治的 马克龙逐渐失去民众支持 是否获得了什么教训 斯塔莫表示 最近法国和欧洲 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表明 有必要解决英国众多民众 对政治感到不满的问题 否则就会出现 像法国大选那样的结果 The lesson I take from that is that we need to address the everyday concerns of so many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ho feel disaffected by politics who feel that on this Thursday feel either that the country is too broken to be mended or that they can't trust politicians because of what the Tories have done after the last 14 years we have to take that head on and we have to show on Thursda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cross Europe and the world that only progressives have the answers to the challenges that are facing us in this country and across Europe 今年包括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选举态势 正在向右转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 投票给右翼也是一种抗议投票 并不一定是赞同右翼的做法 而是对执政的中间派和左派感到不满 希望有所改变 英国虽然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也反映出民众寻求改变的心态 在本周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中 斯塔莫领导的工党有望获胜 而保守党在面临来自工党 极有意改革英国党 和自由民主党三方的挑战下 或面临惨败 凤凰卫视徐亮 李莫克 伦敦报道 英国将于7月4号举行大选 最新民调预估 执政保守党将面临 自1906年以来的最大败仗 而选情看涨的工党 有很大的几率在大选当中获胜 有民调显示 由斯塔莫领导的工党 领先执政的保守党 大约有20个百分点 而英国当地的两大报章 金融时报 还有星期日泰晤时报 也发表社论 公开表态支持在野工党 而首相苏纳克则承认 保守党也让民众感到沮丧 距离7月4号英国大选的日子 越来越近 首相苏纳克一号 在英格兰中部斯塔福德郡拉票 他在视察当地一座药厂时承认 保守党表现不尽如人意 令民众沮丧 但他强调 保守党听到了选民的声音 促请选民继续把票投给保守党 又保证保守党将为人民而战 我认为很多人 支持我们在过去 有些人有点疯狂 在做这件事 我认为你会有疯狂 我认为你会有疯狂 我们的党 不过一年轻人 我认为这些事 我们都没有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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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会有疯狂 但 当你去到楼上星期的票 你必须记得 这不是一个党党 这是一个选择 目前民意调查显示 保守党大幅落后工党 约20个百分点 苏纳克警告 如果民调数字熟失 工党将以压倒性多数优势取胜 并成为不受制约的政府 届时议会中将没有人能够反抗工党 他又指 保守党力推 把非法移民送到非洲国家卢旺达的计划 可以有效震慑 想要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 而如果工党上台 非法移民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 复后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在7月举行大选 对许多英国选民来说 眼下合法和非法入境的移民数量 均创下历史新高 移民问题仍然是除了经济以外的主要担忧 在英格兰西北部小镇斯文顿 这里有五分之一的居民出生在英国以外 当地一些居民认为 移民的涌入是能给社会带来积极效应 增加了小镇的多样性 但实际移民人数过多所激化的社会矛盾 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前首相约翰逊 当地托欧派认为这一进程能够帮助英国更好地夺回移民政策的控制权 然而对于政商党籍而言 托欧不仅没有帮助英国摆脱经济困境 也远非是解决英国移民问题的灵丹妙药 过去两年 数亿千计的人从法国乘船穿越英吉利海峡 甚至发生多起溺水惨剧 首相苏纳克坚定落实前任政府的措施 将非法移民遣送到东非卢旺达 在那里处理他们的庇护申请 并承诺一旦赢得大选 最快飞往卢旺达的航班将在7月24号起飞 而有望在今年大选中获胜的工党 则明确表示将放弃卢旺达计划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来的 人们已经来到 因为在这个月的末年 我们有了 80,000决定的则 等于被判施 很多人等于一年或多 在他们被判施 在政府的工作室 而在不能够工作 但它是不明确 什么会将会发生 人们在英国 因为它是不明确 在讯前保守党政府就在移民问题上多次发出警告 一旦工党上台执政将会加入欧盟的难民配额计划 这就意味着会有高达10万的难民来到英国定居 而目前滞留在法国加莱港口的这些非法移民也对媒体表示 正在等待工党上台 然后他们会横跨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 才会避免被送往卢旺达 那有分析人士就指出呢 工党上台之后如果说没有办法在移民问题上做出成绩 会非常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一个支持率 凤凰卫视徐亮里默克伦敦报道 匈牙利在缺一号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六个月 而其右翼总理欧尔班也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 作为欧盟最大的唱反调者 现在有政界人士担心匈牙利在接任之后 将会在不同的议题上与欧盟抗衡 匈牙利的欧盟事务部长博考在日前表示 匈牙利在担任主席国的期间 将会向欧盟确定七大的优先事项 其中就包括加强欧盟的竞争力 遏制非法移民以及应对欧洲人口挑战等等 而这些事项也反映最近欧洲议会选举中 选民的意愿证明欧洲需要改变 欧盟轮值主席国由成员国轮流担任 而虽然说这个职位几乎没有实权 但他也允许各国将其优先的事项 放在欧洲议程上的重要位置 欧尔班之前与欧盟在法治人权等议题上进行对抗 曾经多次的在关键投票当中动用否决权 而有政界人士就担心欧尔班政府或将与欧盟的议程 把他给搞成一团 在顿巴斯全线战事 俄乌两军目前只以排挤部队的兵力作战 其中以哈尔科夫方向的沃尔昌斯克市向战最为激烈 而乌军并没有减少反击行动的强度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顿巴斯阿弗杰伊夫卡的前线观察 星期一的顿巴斯前线 俄乌两军的作战模式 基本上是阵地消耗战和炮兵对决战 在哈尔科夫沃尔昌斯克市和顿涅斯克西郊的格尔罗夫卡市 还有恰索夫雅尔市 则进行的是巷战 两军都没有有效果的战绩 顿巴斯前线 这里是阿弗杰伊夫卡 两军在阿弗杰伊夫卡 以北以西方向的这种战斗 目前正在发展之中 俄军已经进入到乌克兰军队的第二道的防线 我们现在来观测一下 在顿巴斯各线的军事的态势 顿涅斯克阿弗杰伊夫卡方向 俄军继续清理索科尔村 周一在这个方向上 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袭击了 伊夫跟伊夫卡和沃斯 获得两个邻境的定居点 在顿涅斯克马林卡方向 周边的卫星城康斯坦丁诺夫卡 和派拉斯克维伊夫卡市的战斗 仍在继续 星期一的沃尔昌斯克的巷战 集中在沃尔昌斯基古料厂地区 和四中心区多层建筑的区域 双方的阵地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恰索福亚尔市 俄军将接触线 推进到威医区西南部的高层建筑区域内 在北侧 俄军突击部队坐标 位于混凝土工厂的厂区内 俄军事专家的观点 夏季已经来临 俄乌两军开始对前沿作战分队 进行轮换和修整 几月上旬 也是两军顿巴斯前线指挥协测机构的对阵 乌军吐予战役准备结断 俄军继续练兵 修整部队 准备迎接大战 凤凰卫视卢语光 伊万 拉曼 乌拉 阿富杰 叶夫卡 他报道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这下我们看到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文章 指香港回归27周年 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稳定的最佳制度 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要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也会发挥自身各项优势 为国家贡献力量 香港特区成立27周年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署名文章 指一国两制是结屋古人的伟大创举 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以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 他指虽然这27年来香港经历不少风浪 包括亚洲金融危机 非典型肺炎和新冠疫情 以及非法占中和黑豹等 但在一国两制的优势和祖国的坚强后盾下 香港成功克服艰难险阻 而随着香港国安法 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 香港实现有乱倒置的重大转折 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 告别了动荡不安 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摆脱了中日政治争拗的漩涡 他强调香港国安法是保安全之法 保发展之法 保民生之法 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 这部法律是高悬的利件 对于广大香港市民和外来投资者 这部法律是保障其权力 自由财产和投资的保护神 在助劳维护国家安全屏障后 香港向全世界展现了更安全 更自由 更开放 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全球投资者都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港投资新业 港府将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李家超又指 要实现油质集心 需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 背靠祖国 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他表示香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打拼 在长期奋斗中 形成了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国际航空枢纽等金字招牌 未来香港要将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好 发挥好 令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但同时要知道 传统优势不会一直维持不变 展望将来 科技创新和人才专才 是驱动经济及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 香港正全力发展顺应全球趋势的新领域 包括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金融科技 绿色金融 数字经济等 英帝质疑发展具香港优势的新制生产力 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共性力量 富豪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时隔17年中央将再次向香港赠送一对新的大熊猫 预计在几个月内就会抵港 香港特区政府感谢中央的关心与支持 市民和游客听到好消息 也难言欣喜神色 香港这个大家庭 很快就迎来两位新成员 一对大熊猫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特区成立27周年庆祝酒会上宣布 中央将再次向香港赠送一对大熊猫的好消息 时隔17年香港再赢大熊猫 李家超表示新成员将会在数月内抵港 并定居在海洋公园 希望带给市民欢笑喜悦 共同为香港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在香港海洋公园 延近19岁的盈盈和乐乐似乎心情不错 晒着太阳吃午餐 不知是否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小伙伴呢 至少香港市民和游客都充满期盼 我真的很开心 我进到来听到其他观众在那里讲 然后我看回新闻 然后才发觉真的啊 超开心啊 我关心香港经济 我希望香港经济起飞 现在海北叫海贝 海贝 海贝 你知不知道香港会有两个小伙伴吗 这真好 他们会加上更多小伙伴吗 对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危险 或是什么 对 这就是给他们更大的机会 生命 他的出生地都没来过 都没去过的话 就直接过来香港了 因为我们那路的话 有熊猫的省份 好像也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的话 香港又是一个购物啊 旅游啊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大家肯定都会过来玩 中央过去曾先后两次 向香港送赠国宝大熊猫 第一代的安安与佳佳 1999年到港 2007年香港再迎来 盈盈乐乐两只大熊猫 全港一度 有四只大熊猫居于海洋公园 不过佳佳先于2016年 与世长辞告别港人 之后是安安于2022年离世 而盈盈及乐乐多次自然交配失败 未能成功繁衍后代 大熊猫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香港市民的洗语杯 中央过去送赠的两对大熊猫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成长 已经是大家的集体记忆 目前特区政府正在与国家林草局 进行进一步的对接 商讨下一步大熊猫来港的计划 凤凰卫视王玉婷 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 欢迎国家商务部 与香港特区政府实质性的完成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下 进一步的开放服务贸易的磋商 国家商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 实质性完成 SIPA服务贸易协定 新一轮修订磋商 将进一步深化 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开放合作 李家超表示 期待双方尽快敲定新协议文本 在完成各自报批程序后 正式签署和实施协议 届时将会公布措施的具体内容 他指出 经过数月磋商 双方已就内地对香港 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的新措施 大致达成共识 尤其是针对香港特别具优势的服务领域 扩大内地对香港的开放 让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 以更优惠的条件开拓内地市场 同时为国家发展新制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一连三天的 七一长周末假期结束 截至1号的晚上9点钟 当天出入境人次超过89万 其中入境人次超过59万 当中超过50万市为香港居民 出境人次约30万 口岸使用率方面 经罗湖口岸入境的人次最多 有近12万人次 其次是洛马州支县 及深圳湾口岸 分别有约10万人次 以及8万人次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7周年 香港中乐团7月1号起 一连两天的晚上 举行庆回归音乐会 跟着镜头一起来欣赏 这一场音乐盛典 香港中乐团在香港道会堂 举办的庆回归音乐会 首天的演出吸引接近2000名市民 除了中乐爱好者 也有团体专程邀请100位基层学生到场观赏 共和回归 这场以国风为名的音乐会 在晚上月八点拉开序幕 今天是我们香港回归27周年的日子 作为香港的文化大使 我们有一个 别人称我们为 学环保之声 走向世界的乐团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 也听听看 我们的环保之声 是不是保留了我们传统的音色 但是要比传统的声音更加学厚 在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 颜卫畅指挥下 乐团率先带来国风 这首乐曲的灵感 来自古曲梅花三弄 其节奏其落 丰富变幻 音乐会全长乐75分钟 其余演奏的乐趣 也具有地方特色 还有文化底蕴 包括有刚刚或办法 香港艺术发展展 艺术家连掌音乐的赵泰生 带来善弦弹唱与乐队 黑土歌及挂大风 也有与观众以布朗鼓 互动演奏的王和唱唱 市民而说能详的墨里话等等 凤王卫视谢静亨香港报道 香港回归27周年之际 全港多区举行了 各类庆回归活动 大街小巷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全港市民以不同的方式 参与了回归日 也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一下 稍后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 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周一全线收高 而纳斯达克指数创下新高点 更多美股的相关报道 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庞哲做的总结 我们来看星期一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在早时开盘时 是小幅高开 随后是涨跌互建全天 都是债幅横向盘整的格局 收盘日三大指数还是以上升作收 那么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个小一日 走势基本上是平稳向上 投资人基本上还是关注行业内股的状况 科技内股虽然零涨 但是10年常债收益率也出现明显的大幅跳升14个基本点 所以对涨幅加以限制 另外因为季节的关系 现在飓风季节即将到来 所以是邮轮类股在星期一表现比较弱势 那么跌幅分别是在3%到5%不等 投资投资也关注的是大型科技公司 特斯拉公司涨幅最好是纳斯达克生活指数当中 升幅最好的升幅6.15% 另外中概股当中的电池车产业 各股都是走势也是相对非常亮丽 在苹果公司 微软公司 亚马逊公司 也都是在纳指生活当中排名不错 另外是标普500指数 11大行业股 也是科技股领涨升幅最高 然后是消费型 金融 电讯 以及能源 油价也出现相当明显上升的态势 再是原材类股 是比较明显下降1.55%的降幅 道行斯平均公业指数当中 则是药类股 好坏参半 默克药厂上升幅度最大是3.31% 但是联合保健的 一个医疗保健的公司 下降2.87% 收盘日十年 常债收益是4.479% 油价上升2.26% 是83块 三毛八 一桶坐收 金价全天震荡 几乎是平盘坐收 是2338.90美元 一盎司坐收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赵志杰在比赛期间晕倒在球场上 被送往医院后于当地时间6月30日23点20分去世 亚洲羽毛球联合会 印尼羽毛球协会和组委会对此申表悲痛 向张志杰的家人及中国羽毛球协会致以深切慰问 并称世界羽谈失去了一位天才球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一日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获悉事件后 中国驻四水总领馆立即联系和协调了印尼方面权力救治 并且派员赶赴事发地开展工作 对当事人不幸离世申表惋惜和哀悼 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 外交部将继续指导驻四水总领馆做好后续工作 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公告 表示中国羽协与亚洲羽毛球联合会 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组委会和印尼各方继续保持联系 有新的信息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年仅17岁的张志杰 是在印尼参加亚洲青年锦标赛期间 突然晕倒并抽搐 宋院抢救后不治 事发后一天赛事继续进行 不过在开赛前有默哀一事 中国队球员带上黑纱致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去锁定我们各级新闻